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们进入到知识拓展部分 在文章当中大家已经提过 就像其中一个人所去说的一样 吃的和国王一样好 还就是怎么说吗 As someone put it 那么另一块呢就是 要不然饿死 要不然就像Robinson Cruz一样生活 等这一艘永远也不来的船 这两个东西呢 都可以用在名人名言里面 我们像沙翁所言的 女人呢 你的名字是弱者 当然我们可以说 As Shakespeare put it Woman your name is Frailty Frailty就叫弱者嘛 另一块就是 不成功则成人 是另一个名言 Either make or break it 所以希望大家 大家知道make it什么意思吗 对 它的含义叫成功 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在英语方面 最后学完我们这一课 你就可以说 I make it 好了 这是拓展部分 我们就讲到这里 各位同学们 再见